祝Levi's 501 140歲生日快樂 祝Levi's 501 140歲生日快樂 其實140年很不容易為什麼 因為140年前大概以朝代來講是 可能是新光劇 那你想想看如果說中國有個品牌 光劇年間就有一直延伸到現在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那就是這個很困難 所以希望他可以繼續延伸下去 下一個100年 今天祝Levi's 140歲生日快樂 伴隨我們長大的Levi's 今年140歲喔 祝Levi's Happy Thursday 其實大概在36年前 我還在念高中的時候 我買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條牛仔褲 它就是Levi's 501 我也是從Levi's 501開始認識牛仔褲 其實說主要喜歡牛仔褲的人 它其實都知道是 51是Levi's的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品牌 牛仔褲其實基本上它已經沒有性格了 跟年齡的差別 甚至於長 創新是必要的 因為創新會讓不管是品牌 還是說你這個人的作品 有一個多元的發表 它有一個延續的生命 可是經典是守住你個人的一個 某種時代 或是你原來的精神 501它不斷地在推變 它不斷地在改變 可能從小世界小線條到材質上面 甚至一點點的剪裁的改變 它都會迎合了時代的策略 所以常常有人問我說 你為什麼一直在買501 我說那我沒有 每一年它的線條都有一點點不一樣 其實牛仔褲穿到身上 它會呈現你自己的紋路 跟你自己的模型 那我覺得今年的501的Color Dream 是有不同的採集 然後呢也有不同的顏色的選擇 我覺得會是一個很有趣的一件事 也有不同的採集 是有一個錯誤的 我會看到你 真是第一件事 不斷地在說 那天破口 你會看到你 有個小複製 你會看到你 有個小複製 你會看到你 也有一個小複製 那種是有個小複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